大家好,这里是关于WDDI使用过程中的详细说明 随着用户越来越多,大家采过的坑也反馈给我的 我在这里做一个小视频,把大家遇到的采过坑给大家列一下 然后方便大家使用吧 安装过程中是可以通过Kana安装 这个软件其实就是一个Python的包 所以只要有Python3的环境就可以安装 它可以通过PIP安装 然后因为这个软件有些依赖 所以有些依赖是怎么安装的 你可以单独去安装这些依赖的软件 然后呢像Ninx吧可以通过apt就可以安装 Windows呢也是可以下载软件包安装 你把它的软件呢下载到一个目录下 然后呢它这个需要有一个配置环境 配置路径的过程 这个配置路径呢大家没有仔细看过 常常会出现问题 给大家列一下如何配置路径 假如我这个软件呢 我这个Python3的软件程序呢 我把它换了个位置 就是这样 把它挪进去 这样它的路径就 这里它的路径就已经发生变化了 我们怎么修正呢 或者是我们从一开始没有它这个文件 我们怎么修正呢 其实很好修正 随便一个目录 你只需要打开CMD 或者是用LinksGate里面 这样 你通过使用 WBJ 首先你要判断它安装成功 没成功 其实就很简单 一个-H就可以 它残出这些命令行 就告诉你安装成功了 然后呢 然后这里面有一个C1F这个参数 就是配置路径 我们把它打一个问号 问号或者一个example 就是例子 都可以运行 有些 问号不能运行的话 那你就加个转易服嘛 就可以运行 然后呢 我们把它保存在当前目录下 就是C1F NF 啊 传线不允许 我们换一个目录 保存一下 这样呢 就在当前目录下呢 就创建了一个这样的文件 这个文件呢 就是它默认的一个文件 你需要把你需要修改的文件 和它改成一样的 我们刚才是已经把我们的 这个C盘目录下 这个 这个程序的位置改改变了 所以我们就需要复制 把它的路径 改过来就行 这样我们就改好了 改好了之后呢 怎么提上程序机中呢 就是程序 我们再输入一遍 再输入一遍这个命令就好 这个是C1F 我们只需要这个配置 把这个参数告诉它 然后这样它就把这个 我们刚才的配置环境呢 就已经导入程序了 就安装完一次就不用再修改了 除非你软件有发生过修改 这是软件的安装过程 然后 其次就是 我们有哪些功能了 首先就是点图 点图呢 是大家尝一个 就是这样一个点图 点图呢 有几个需要的可视 需要注意一下 就是 它里面有一个JFS可视 还有一个Lens文件 这两个文件呢 是和之前 是和之前不太一样 但是很容易就能够送送出来 我这里呢 给大家提供了一个 就是几个命令行 就几个派 几个派 一个几个派程序吧 把这个去点 这是我已经处理好的 当然我在这里可以给大家带 再带着单案实现一遍 就是这三个是我们下载好的文件 就是我们常见的DFS3文件 其实呢 我们关心的是什么呢 我们需要的记录信息是这一行 这一列 就是染色体号的 还有呢 它是否它的基因 那么 猜掉基因的气势位置 中指位置 还有它的方向 当然还有它的名字 这是我们常见的格式 我们 怎么提取它呢 你看我们这是我们提取好的 两个体号 然后呢 这是我们重命名完之后的基因 这个有什么区别呢 你看 这是我们最开始的 这个里面给我们的这个基因名字 然后呢 有什么区别呢 很容易 就是 它前面加入了一个特殊的符号 就是AC 就是我们前面一个简写 然后呢 472呢 是一个 我自己设定的一个数字 因为有太多的物种了 我加了一个数字 让自己记住它 然后呢 这是染色体号 后面呢 就是它的一个 在染色体上 一个基因排序的一个位置 它是从1 一直到后面排序的 它每条染色体呢 它是都是从1开始的 每条染色体都是从1开始的 然后它的起始位置 中指位置 还有它的方向 然后呢 这里也是一个的刚才那个排序 你看 这前后是一致的 这个是它的一个旧名字 后面还可以加很多列 我们这个文件呢 是可以用 是用type键分割的 它可以用一个塞表打开 后面也可以多加好多列 这个怎么生成呢 还是这样 我们首先呢 通过01 就是得到这个GFF文件 就是我们得到它 然后输我们这个ACO去 GFF 我们可以随便写一个 就是因为我们就是一个中间过渡文件嘛 因为有时候它会出现一个错误 就是这样一个文件 它提取到我们刚才说的信息 因为它没有自动的排序 我们需要对它排序一下 嗯 这里面你需要修改的是什么呢 这里面修改就是它就根据mrn提取的 这个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post 拍档程序 然后呢 它把前面的染色题号的 给替换成空了 就是我们的染色底号 指示线染染色底号 当然你也可以给它替换一个新的别的 对吧 就是误录名字 它假如你能用AC指示 你可以在这准备AC 就 掌握的掌握以后就是AC1 AC2 这样已经开始的过程 当然我不喜欢有任何东西 我就直接喜欢识数字 这样一个文件 然后我们仔细看一下这个文件 为什么要把这个结果单独列出来 因为这个结果呢 很有可能会出现一个什么呢 会出现一个可变剪切 可变剪切 这里面就是存在一个可变剪切 我们需要去除可变剪切 去除可变剪切 我们常常取第一个 或者是取最长的一个 要怎么去处理呢 我们可以通过第二个程序 第二个程序就是处理 提取第一个第一个程序 它是这个扇提取它的最长 我们来运行一下 我们刚才的那个文件 这里呢我们需要提取一个什么呢 就是我们需要的 我们假如用AC吧 你看这个程序里面的里面记录了我的472 你可以写成一个别的 假如我们就用471 我们把这个都去掉吧 这个数字去掉 还是记录一下 用AC1 还是ES加F AC1 这样通过这个程序 就可以把这个两个文件给生成了 当然你也可以直接取掉 你可以再通过其他的方式进行处理 因为提出可断点 因为腾讯运行的时候可能有些慢 运行完的结果呢 就是这样的 就是这个样子 当然在这里面就拐开 变成1了 然后呢 处理成这样子的呢 然后我们后面需要对它进行的 就是我们 你会发现我们的名字 我们重命名之后 是不是我们这里面也需要对它重命呢 对吧 这还是原来旧名字 所以呢我这里面提供了一个第三个程序 就是它 就是 就是 替换名字 这样一个替换名字 你看我这里呢 就是 如果它 在我们替换名字里面 就是可编减切 你看我们的可编减切 已经去掉了 如果你想保留着可编减切 那你呢 就想这么处理 如果你不想要可编减切 或者是其他的 因为我们不需要的 那你就可以把它去掉 把这个解注式就好了 它的运行呢 也很简单 嗯 这里面已经运行完了 这里面就是已经出来谈出来了 可以简单看一下 这是重命名的基因 看一下它是个数 3.0 对吧 是一样的 那这个文件呢 还有它的Lens文件 Lens文件是什么样子呢 就是这样子的 它的两个体号 加上最后一个 按理说 我这个想记录的是什么呢 是整条两个体 它有多少个BP 但是呢 这个文件呢 有的它没有给 我没有去统计 这样我为了方便呢 我都直接统计了 最后一个基因的最后一个位置 然后去这样做它的一个代表 如果你有其他的话 建议你把它替换成准确的位置 这里面最后一列呢 就是它的基因的个数 这里面是一些可别人切的 可能是一些 没有组装的 两个体上的这些 嗯 你可以 如果它有的很长的话 你也可以当做一起来分析 当然 如果你因为它特别多嘛 我们可以去掉 我们先保留着 一会儿我们再去掉它 就是我们前面的分析器 是可以保留着它的 这样的 我们再去 再做一个 后面的替换一个文字吧 还是 第一个是输出我们的 刚才的JF关键 输出我们 是我们的 JF和它是一样的 这是我们先入的 对 这是我们的命 我喜欢的一种命名方式 嗯 好像有些问题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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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到了 就是 它这个CDS的文件呢 查核我们 我替换的方式呢 就是用D一列 这是我们提取的旧名字 没有分析它和它不一样 然后呢 我猜测呢 它就是应该是 多了后面的点V3 这个 就是点V3 这个 后桌 这怎么办呢 其实嗯 嗯 很快捷的方式 用 因为我们是用Nordpad加加码 其实可以很快的就选择它 因为其他地方都没有这个符号 这样我们给它查诊 替换一下 这是最快的一个方式吧 嗯 这样我们就替换没有了 后面的后桌 嗯 嗯 然后我们再来直接 因为这是0嘛 这个0是 表示替换了多少 刚才我们看到的是 就是这个数字 对吧 所以这样就处理好了 嗯 为什么呢 就是为什么我这里强调一下 要这么处理呢 因为我们后续的分析 全部都是拿到金 就是我们看到的一些供应性的结果 就是我们看到的一些供应性的结果 例如 打开一下我们这里处理好的 嗯 嗯 就是处理好的供应性的结果 就是我们看到的都是一个基因 这样我们看到任何一个基因呢 我们都很快的知道 它是在16号转套体上的 第1258个基因 就是我们很快的就知道 它对应的是哪个区块 就是谁跟谁的 就很明快的 很明确的不能找到 也方便我们后续呢 就是我们统计分析 还有我们3KF值 有些像拍模啊 有些 因为我是调用的拍模 里面的YN00 是算的嘛 所以有些格式的问题 就嗯 导致你一分不出来啊 这种小的问题 嗯 所以我推荐最开始的时候 嗯 进行一个格式化的处理 这个是很重要的 然后呢 我们就做我们的嗯 第一个点图 点图呢 第一步呢 是需要做一个BLAST比对 这个BLAST比对呢 现在你们可以用 我是推荐你们用BLASTP去做 当然了 嗯 现在有好多更快速的软件 像我都喜欢用这个 嗯 MMS 这个软件 当然了 我推荐在这里 嗯 用BLAST啊 或者还有 嗯 前面写的 嗯 用 其他软件也是可以的 CDS比对也是可以的 我们只需 获取它的同源关系就可以 嗯 你可以通过它 然后呢 就得一个这样的 这个结果 就是BLAST它的结果 就是6格式 6格式 嗯 这样我们回 回到这个位置 当然我们可以 建一个点图 然后 建它自己跟自己的点图 然后呢 首先呢 我们需要把 我们到刚才做好的Lens文件 嗯 Lens文件 把它copy 过来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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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最开始的 诶 诶 这个也不是 哦 我们可以拿一个最开始的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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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 嗯 这不它复制过来 替换一下 咿 诶 这里好像有一副规分 嗯 诶 这个呢 嗯 就是 嗯 我们刚才处理好的是16条软件 当然我是把后面的东西去掉了 你也可以保留着 然后呢,怎么做呢? 就像在这里 还是在我们刚才的目录下吧 先推出来 然后呢,你做点图 这点图就是你可以 开-h 可以随时来参考 就是钢地参数 钢地参数 因为我推荐你们是 是这样 或许它的配置文件 配置文件就是打个问号 然后呢,把它保存到一个 因为我这里面已经写了偷偷的 我们可以写到out 当然,这个是随意定义的 这样它就把这个 所有的配置文件 它的配置需要的文件呢 就保存出来了 我们只需要把这个文件呢 进行粘贴过来就行 嗯,这是那个刚才的 blast的文件 嗯,这个我们可以改成 嗯,我这里面就不重写了 我直接看它就行 因为它是一样的 就是我们上面的母录 还有我们的dfs 就是自己跟自己比对嘛 就是它自己跟自己 然后它的lens 因为我们说刚才是修改过的lens 我们把它copy到当条目录下了 我们是可以给它改成这么改过来 然后两个物动的名字 然后呢,这里你不清除的话 就写成1 因为最开始我们没有看到任何效果的时候是1 然后呢,它的笔分呢 就是通缘关系你是如何设定的 我们常常认为是1-5和100 嗯,这样的设定 这个设定的是比较小的 我们还是要依照情况来设定 来设定吧 这个参数很重要 我们需要一直来调整 找一个比较合适的参数 这个参数就是你一个同样基因的树 就是我们点图啊 你看我们点图是这样子的 点图是这样子的 它上面有一个 上面所有的点都是同样基因点 就是,所有的点都是一个同样基因 就是,怎么一个基因对着另外一个基因组 它的同样基因打击了点 所以呢,这些点呢 你看我们的点图 这些点的个数 对我们的公然性的提出啊 已经很大的 嗯,继续来看 这个位置呢 就是position呢 它还是根据我们GFF文件 这个是比较 嗯,这样子 嗯,它的位置呢 其实你可以根据它 也可以根据它 就是它的基因的具体位置 还有star 我命名为star,end 或者是order 因为它这个是用基因排序嘛 这个相当于按一个基因一个位置 这个可能会更好一些 所以我们用它来看 用它来做 我们常常使用它 但是另外一个也会用到 然后呢 嗯,这个就是因为有的时候 它大家保不拉实的比对啊 A跟B和B比A 嗯,总是弄错 所以我加了一个算数 就是,其实是以B 如果是A跟B比 然后呢,是B件库 所以,如果你弄反的话也没有关系 你可以给它改变一下 就是,嗯,顺序 这个就是改变Blast的两列 就是AB两列 前面两列它的一个顺序 然后呢,就是它的组件 嗯,推断组件的一个 嗯,就是一个展示方式吧 我们先不说 后面如果 嗯,讲到后面我们再说 这个有点的大小 然后图片的大小 就是图片是一个 十对十就是一个正方形嘛 然后呢,就是随便 嗯,这里呢就是保存一个图片 嗯,推荐用PNJ 当然你可以用SVJ 但是SVJ的话 就保存的 嗯,打开不太容易显示 嗯,当然我们可以试一下一会儿 嗯,我们可以试一下一会儿 嗯,我们可以把这部分的那个网站起来 嗯,我们可以把这部分的网站起来 嗯,我们现在用它 嗯,这样我们运行一下 嗯,这样我们运行一下 你看,我现在是用Windows运行的 你看,我现在是用Windows运行的 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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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我们就可以运行它 是不是很简单 嗯,稍微等 嗯,稍微等 大概四五十秒吧 可能 但你也可以在这里运行 嗯,OK 运行出来了 它是一个弹窗限制的 所以,如果你用服务器 它可 服务器运行的话 它可能就不能显示弹窗 为什么我非要改用 保留一种形式呢 就是有的时候呢 我们在运行程序的时候 是很难 像这里这么多文件 我生成的文件到底是哪一个呀 我还需要点开它 就比较繁琐 所以我就把它弹 弹窗的形式 这就是我们刚才的图片 当然,如果你要是 确定这是你需要的结果 OK,那你就可以点到X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它已经保存它们的图片了 嗯,看到这个结果呢 然后,你会发现 哎,这里面有这么多点 什么含义呢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嗯,结合我们这些参数吧 我们这里面的参数 嗯,重点就是这个 这个呢,这个参数呢 就是代表它的最小童年基因的个数 嗯,最小童年基因个数呢 用红色表示 所以,我们自己去看 我们上面的每一个基因呢 这么一行呢 只对着只有一个红色点 当然它有可能没有图片的 就没有 所以,只有一个 你看,对角线 你说,哎,对角线上 为什么就有这么多红色的 有这么红色点呢 嗯,给大家说一下原因 就是,我们把这些物种自身 比对自身 其实我们已经把自己 跟自己的基因队去掉了 但是,为什么还会在对角线上有呢 那就是因为它有一些参数 就是穿联重复 这个基因呢 在它位置很相近的地方 还有一个基因 和它很相似 所以呢 这是它的穿联重复的基因 它就聚集在这些 对角线上的位置了 然后呢 像这些 这些区域 它都有明显的光线 就是连成线的片段了 这些就是光线片段 你看,这里也有 1号对着14号对着17号 它的深度呢 你看,除了这段 对着它 对着它 其他部分呢 没有 这里有一点点 但是,这都是比较古老的 不太清楚的 然后呢 只有这里一段 这里一段 它的深度是2 怎么看这个深度是2呢 我们需要用这个 你可以通过截图的方式 去看每细小的这么一段段的区域 你看,它有的重叠区域 你看,这段区域 对着这儿 也对着这儿 嗯 嗯 它路屏可能有点小问题 就是它的重叠区域是2 所以一直是两段重叠 从里 这边也是 所以我们一定要多找这个区域 判定一下 ok 这里也是 这个 这个不算 这个是你刚才已经解释过的 所以是这里一块 这里也是 它的重叠区都是2 所以呢 我们知道这个信息呢 就是我们可以再继续讨一遍 我们刚才的结果 就 它是2 除了这个红色的点呢 我会发现有什么问题呢 就是 嗯 蓝色的点是什么呢 蓝色的点呢 它比红色的点 我是按照它 就是 打根的性格排序的 就是 通言blast结构排序 就是 红色点之后的四个就是蓝色点 为什么是四呢 嗯 其实就是一般 我们要讨论 加倍的时候 后面的通言基因呢 它的 嗯 这种关系就不那么强了 所以 嗯 用蓝色的表 就选择四个 当然 如果你想要改成其他的 也可以改 不过就需要在程序里面改了 然后 你仔细去看 它里面还有一些灰色点 灰色点就是剩下的 因为我们这里面 已经设置了一个10 所以 一个基因 左边物种的一个同言基因 一个基因 对 相对于上面这个 上面的基因组 它只有10个同言基因 它只有10个同言基因 在这一行上 就一个基因 只有10个 其中 就是 红色的 如果我们改成2的话 就红色有两个 然后呢 剩下的四个是蓝色的 再后面的就是灰色的 那这些灰色点 你看这些灰色点 你会发现 它在工业性片段 大部分是由红色的 和蓝色的构成的 当然也有一些是灰色的 就是它的灰色的同言关系 它会更弱一些 然后 这就是它的点图 刚才也说 它是深度12 我们按加倍来说 它是第一个三面画 这是它的点图 当然我们可以从这儿 我可以在这儿 我可以在这儿 在另一个层 我给你解释一下 它是什么问题 和这里一样 对 对 嗯 我应该是用 它跑运行过程中 它会把我们写的这些参数 给大家弹出来 然后如果你 运行过程中 你看到有错误 你还能及时终止 然后进行重新跑 它的问题呢 就是大部分就出现在这个位置上 就是自体 因为我这个自体啊 它是用的 嗯 自体 它是用的 就是 嗯 就是 这种自体 就用的这种自体 嗯 AR AR 这种自体 它有的自体库啊 它没有 没有安装的 然后它就给你 给我改成其他自体的 这个无所谓 然后还有一个什么情况呢 就是因为它 它没有装面系统 所以它不能弹出刚才那种现象 所以这都是正常的 不要它 它不是问题 这就是弹出图片了 当然如果它可以保存成很多 很多的 形式 就是PDF啊 嗯 还是在我们这个局上改吧 像 像 实际图啊 FG啊 都是可以直接改的 但是 嗯 我们运行一下吧 可能 嗯 可能 可能显示的时候 就有些问题 就不是那么快了 嗯 嗯 这个 还有一个特别好用 是什么呢 就是 您可以看一下 嗯 这个 嗯 那这里面眼花好了 嗯 这个点头呢 其实还是比较乱的 但是我们能看到是1G2 那时候我就想 为什么1号对这14时期 它对的好远啊 我们能不能把它放在一起来观察呢 放在一起观察 是不是我们两个1G2 1G2的这种方便一起来看 都在对角线附近 方便我们观察呢 对吧 当然是可以的 这种是怎么操作呢 其实就是今天 对我们这LINF操作 这个程序呢 是对 根据它进行一个排序 因为假如我们把 1、14、17 对吧 我们把它粘过来 把14号呢 也粘过来 然后呢 我看一下这个数据结果 它可能就比较慢 嗯 是这样 也能显示 它因为加的比较慢,它这个程序保存图片比较大 然后呢,我们可以用什么操作呢? 就是给它像这个位置,我们为了方便,还用它 我们把速度文件名字改一下 大家都可以用这种操作 还有一个是什么?除了刚才那种操作呢,还有可能呢 如果你只关心某两条的两条体之间的一种变化 你可能只关心1号,14,17,这三条,这三条之间的吧 或者是两两三条之间的关系 你只关心这些怎么办呢,也是可以做的 就是刚才那个结果,看,1号,14号,17号就在一起了 这里面我有一个调整好的结果,在这 好,我可能覆盖了 没事,我有这个文件 这个是刚才配置好的 这个是我配置好的,就是我把它的顺序啊,嗯,调整的是比较好看的就是,就是,同样两条体之间的,分到一起了 嗯,然后呢,我可能只关心,嗯,9号,9号,就是,这三条吧 嗯,如果关心4号,和,这三条,和,19,11,他们之间的关系怎么办呢,嗯,也是可以做的,嗯,就是,我们可能需要,嗯,就这样一个文件 嗯,这一条,嗯,就离一条之间的,怎么做 嗯,这样,嗯,我们如果是,这是,我们把2变成9号11吧,然后,我们把1保留到4号,就在前面它去掉 然后呢,这个图长就比较长,不是正方形的,对吧? 当然你可以适当调整一下,就是可以的 因为它是太正方形了,希望它是稍微长一点的 但是这里面没有修改,就是我们把这Length1,这2,简单这样修改一下就可以了 当然我们可以把名字给它换一下,要不然 这就是,啊,我们可能改翻了 然后改成pdf,就是png的 再看,就是4分9,png的 这样就出来这个结果了 诶,它的点好小啊 它说这个结果就可以看到更小的一种 更小的线线关系的 就是它里面更细微的线线关系 怎么办呢?它点很小 这个组织需要你调整它的点大小 再来我们可以改成2 把它点很大 你可以怎么办呢? 这种就需要你细微调了 这个点已经比刚才大了一点 它还算很小 就是它现在有很多点 这些都是,嗯,很多串点重复吧 也可能就是一个重复基因 然后被,就是很短的一个圈杖 然后一直当重复 这种,能看得很清楚 再看一个大一点 啊,改成2 嗯,我们可以把这个 让它点多一点 嗯,改成20 就是它一个基因 有20个团的基因 那可以来看一下它们之间的差距 嗯,OK 就是它的结果 嗯,这些灰色 这些就是它的传染重复的基因 这些基因在关系的时候是不会被提出来的 这个要放心 因为它都在一条竖线上 它不会被当成关系提出来 嗯,这些就可以被它提出来 嗯,这是一段 嗯,传过来 可以这么过来 这是关系的 嗯,如果你关系了 就是关系关系的基因啊 就是按照这个排序 按照大概 按照大概位置 你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它所在的光源性 是否在上面 或者一些其他细细 嗯,这是跑光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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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这是跑点图 嗯,后面呢就是跑光源性了 跑,就是你看 跑光源性了 就是跑光源性了 后面就是跑光源性了 嗯,跑光源性呢 它现在,这个软件呢 嗯,它是支持MCCCAN的结果的 然后,嗯,然后这个程 就是你可以通过MCCCAN跑 跑完,然后把它结果导入 输入之间就行 当然,你也可以通过这个程序来跑 这个程序呢,就是 它是有一个ICL程序 对吧,你可以放这儿找一下 嗯,这个ICL 这个,跑光源性 嗯,这个是在CleanCCCAN的基础上 嗯,然后呢 嗯,改进了一个 提供一下的方法 嗯,它是用Pedance的 嗯,因为说,它是在 嗯,Windows啊,也是可以做的 嗯,就是,我们一定要 不要在Link之间 去算 嗯,嗯 嗯,我们先看一下它的参数吧 嗯,它就像它一样 嗯,嗯 嗯,然后呢,这个,嗯,就是 我们在跑光源性的参数 写在这里面 嗯,嗯,这 我,为什么把它放到一个里面呢? 就是,有些参数啊,你看这些参数都一样的 对吧,嗯,你可以这样 画到上面上去,画面一起 嗯,嗯,嗯 嗯,然后呢 这个,嗯,就是 嗯,就是,我们 一个重点就是,我们在跑光源性的时候 一个重点就是,我们点图一定要清楚 你看到一个很清晰的点图的时候才跑光源性 贡献性是我们通过肉眼看到才有光源性 然后提取的 嗯,点图里面都,点特别多 然后它提起光源性,其实是 可信度很低了 所以我们又先得到一个清晰的光源性 嗯,就是,调这个参数嘛 你可以把它调小一点 这样点少一点,小一点的话 它就能够,嗯 首先要保证你光源性,你看到的光源性 是很清楚的 然后呢,可以适当调整一些 对吧 嗯,这些不便 这个是通过调用 嗯,多进程跑的 嗯,一般用Buck就可以了 然后,这些参数不便 还这个呢,就是 嗯,你看我们刚才不是按点分割了嘛 就是红色的,就是蓝色的 就是那个灰色的 嗯,灰色的 红色的,优先让红色来在一起 你看我们好多光源性啊 它,嗯 你看这光源性图里面 很多都是红色点来在一起的 中间可能有一些蓝色点 当然,它如果正好处在中间 它就是可能会连中间的 但如果有红蓝 这两个通眼睛 就两个灰色 就两个灰色 然后,嗯 最好它应该先按照红色 对吧 所以它就是一个这个作用 就先按红色的 这一个打分啊 这是一个打分 就是,嗯,你可以调整一下 你可以写成很小 也可以调整很大 当然,就是在你了解这个 打分这个 嗯,关系的时候可以调整 嗯,可以 不建议你们轻易调整这个参数 嗯,然后这个呢就是 嗯,跑光源性的时候呢 我们会涉及到一个 嗯,就是 嗯,这一个点 嗯,放大一点 放大一点 就是这一个点,这一个点 然后这个点,明显的距离很远 比前面这两个点接近远一点 远一点 然后呢,你如果 就是判断你这个点 能飘到这个点 让它跌在一起的 当成一个关系 就是这个,这个,这个曲端 所以呢,嗯,如果你关系特别好的话 嗯,就是,而且关系很清楚 就把它调小一点 让它分的更细一点 如果你的关系很差 就是,你看这,这些这个 葡萄的这个 就已经很差了 嗯,你就可以 嗯,这是一个 平等 这是一个平等 嗯,想让它连起来 嗯,这样你就尽量 这样,你这个放大一点 它就能够把它连起来 嗯,然后呢 这个PY6是什么呢 嗯,PY6是我写的一个 就是指标 用于评价这种公元性的一个指标 就是,还是看到我们的关系 嗯,就是我们关系了 其实,嗯,你看 这种就比较很清楚 很清楚,很清楚 很小才对 很小的一个值 它是在0到1之间的 嗯,就很小一个值 像这种 它就比较稀疏了 还有,像其他这种 嗯,像这些 就比较碎的 嗯,然后呢 周边的点 尤其是像这些 嗯,像这条线上吧 嗯,就有好多碎点 这里呢,它提公元性 嗯,你看 就是,才不像 因为公元性嘛 只有一条线 就是,它在那 这里面有很多重 就是,其他点 像这里一拖 嗯,这里就不应该是公元性区域了 嗯,所以呢 我们就给它 嗯,设置一个很大的值 嗯,一般情况下呢 就0.2就已经很小 就是,我们能提取到的一个片段 那如果你要想把它全部提取 那你就改成1 然后呢 如果你想提取 你能看到轻的一些的 你可以写成0.2 也可以写成0.5啊 或者0.4啊 都可以 嗯,反正我们后面都可以 根据这条线去参考 去选 去选 这个数值和前面的保持一致 嗯,这个参数是唯一的 不能像前面的 啊,我们这里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讲这个是有什么区别的 嗯,我给大家 解释一下吧 我还是 用这个 用我们全 嗯,那 就用这个 用这个 用这个 按钮的按钮 继续按钮 然后那 这又 用了一个按钮的按钮 就是 就是 和 这个 这是什么意思呢 它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根据它的实际位置 实际位置会有一个什么效果呢 就是它是根据实际位置化的 可能你们一下子看的它们的比较是区别 你看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O的 然后呢,这个是N的 你看一下还有什么区别 你看这个关系呢,N的它就集中在这里 集中在这个小范围里 然后呢,它这个就比较稀疏 关系呢,它就比较放得开了 这里面就比较集中 当然,还是比较撑住的 还是,嗯,因为全局的 全局的可能会撑住一些 我去改一下啊 因为有的 关系区啊,它 它 我们这个目的就是 它能保住私立区的大概位置 给它看出来 就是很,当然是一个很宽泛的位置了 然后,我们先看有没有这个文件 嗯 嗯,我们用这个文件吧 嗯,这里面就要去到这个 它这个点可能会大很多 嗯,刚才这里面有一 这个就是按照原来的那个参数 我先跑一边就行 先跑一边这个就可以了 嗯,这个是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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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我们来看一下 嗯,这个是那个 的结果 嗯,我们来看一下 嗯,这个是那个 这边有什么细微的差别 就是我们自己去看 看这些比较白的这个区域 这些就是左色的区域 这里明显的 这么一条白带 就是白色的区域 因为基因小型奇数嘛 对,明显的区域 这有一条 这个里面就没有 你看,就是在12号 12号就没有 它这个现象关系就比较好 就比较对的很齐 你看,明显的它的光弱性区域也是 你看,19号 它主要集中在上面部分 但是呢,我们这里19号呢 它就,还是可以 就要比较大一些 嗯,就这条区别 它这个不是很清楚 我们还得帮忙,你看这些 所以就是,这地方 它主要集中在这个区域 它能分得很开 这是一臂,这是长臂短臂嘛 这是一段,就是一条一臂 对吧 然后我们把弯弯像说完 我们后面再做吧 因为时间不是很充足的 嗯 然后,跑弯弯像 还是说弯弯像 嗯,就是 参数全部按照前面的来填 然后呢,试图参数呢 你可以 参数 嗯 嗯 这个 这个应用本是无所谓 因为有可能会冲突吧 嗯 正好我们是 用的是S1,S3 对,E2 还不知道不知道 这是用的样子 它比较少的 我可以记录一下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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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的数据结果 在数据结果呢 其实我是仿照来试看的结果来做的 就是第一个弓弯性 然后它的打转是多少 它的py6是多少 然后它的长度 弯性的长度是多少 然后它是几号对几号 对吧 其实这个结果呢 其实我们如果我们命名好了之后 从命名之后 其实不需要我们也能拍照出来 然后它的一个方向 因为它有一个弓弯性 它有一个正向反向 就是什么正向反向呢 就是它有一种两个方向吧 一个是这么上去的 对吧 一个是这么过来的 对吧 就是你看这么过来的一种 它有可能是这么 你看这一段是这样的 两个方向 所以我们就有两个方向 这样下面的是一个正的 其实你也可以从这来看出来 正向的话就是什么呢 我们左边这个是 数字是越来越大的 右边这个也是越来越大的 像这种啊 正好 有一个小的话就是 我们这个是越来越大的 然后呢 我们这个呢 也是越来越大的 可能我给它排序 哦不对 我们这个是越来越小的 我们这个是越来越小的 然后这个是正向大的 所以它是有区别的 然后它对应的二的排序 然后这样 然后呢 这个1和-1是什么关系呢 就是如果 基因方向吧 我们前面不是定义的一个基因方向吧 如果两个都是正号 就是正中为正 如果是一个正一复 就是a就是复 就是代表它的一个方向 基因方向的问题 这样一共提出到17个光源线片段 就是在我们刚才看到的41这个 就是在这里面 你看到这些片段里面 一共提出到17个光源线片段 然后呢 提出到17个光源线片段 把KS也跑说了吧 就是后面跑完这个 我按照我们的流程来说 按照我们的流程 跑完关系 后面就紧急地跑这个KS了 然后去生成我们后面分析的一个重点 KS怎么算呢 KS我们是用这样排谋嘛 所以我们在跑KS的时候 这样 试试 还是把它保存到 保存到这个里面 配置文件 可能光亮它 这 然后呢 它有一个CBS和一个蛋白质文件 然后呢 你就可以直接把它的CBS写过来就行 你去准备它 我直接粘先我们 处理好写好的这个吧 这个程序呢 是通过识别前面这个符号 去判定运行哪个程序的 所以我可以把它放在一起 就是通过前面这个部分 嗯 去识别程序 嗯 去识别程序 嗯 如果你要是 两个物种和多个物种 你需要把它们的CBS 开在一起 就放在一起 嗯 开到一个文件里面 还有蛋白质也是 嗯 如果你要是不写它 嗯 它会自动通过BiFi上里面有个毛块嘛 它就自动翻译了 嗯 如果你有它就喜欢它 嗯 然后呢 它软件呢 它可以用 只用Muscle 也可以用Muffet 都可以 然后 这是我们的Pair 这个Pair 格式输入很多 啊 其实它只是很多格式的 就是像 这种 基因对啊 关系文件 我们前面跑的关系 对吧 嗯 嗯 可以看得到也行 像 如果你要想算 有很多基因对 去算它的开在直 嗯 很容易 你就用 就是type件 分割的两个基因对 就用一个一刷表 把这个基因对 记录下来 保存成一个这样的文件 一个文件 就行 然后它就能识别 然后先计算 嗯 所以它计算的结果 嗯 因为我们前面这里 已经变了嘛 我们就给它掌握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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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在Windows 接下来的 Windows 其实很 用的很快 嗯 嗯 嗯 放开S 就是放开S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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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面出现的问题 还是很多的 就是 就是输出文件 嗯 就是计算工它是 运程过程的后 有一个文件 嗯 有的时候呢 它会计算出好多 嗯 可以空的值 像 它还用计算完的 可能没有 稍微找影片 我们看一下 计算完好 之后是什么样子 嗯 就这样 有ID1 ID2 K NG86 还有ID能的显示 两个结果 然后呢 我这里面是 用的 这个比较多一点 嗯 然后呢 如果你有其他方式的话 你可以集团出来 然后 导入进来就行 当然 你这个金座的训续 你得有 和我这一样 嗯 我后面加列都行 嗯 因为它后面用的时候 是根据这个列 地标来计算的 你后面就可以 加列 用一个塞表打开 或者是用 直接用Type架 也行 这是一个尖队 它打开 K 它有些是有-1的 这些-1的是怎么做的呢 是什么原因呢 它就是大部分是什么呢 那基因不是三大倍数 其实它的重要原因就是 它比对的时候 没有比对上 然后就会穿一个-1的情况 或者是都特别差 然后 两个基因同样性很差 然后就会穿这个 用-1的情况 嗯 嗯 还有一些等于0的情况 有等于0的 还有一些等于空的情况 就是什么都没有 就后面是空 后面是这样的 这样 嗯 这样 这样 这样的情况 嗯 这种都是其实 我觉得都是有存在问题的 嗯 如果你要是关心这个基因组的话 你首先要看它 嗯 我们做基因组分析的嘛 嗯 首先要 看整体的情况 如果整体的情况 像这种都比较好 嗯 大部分都是算出来的 这种比较少 嗯 这是可 这是可以接受的 因为我们TG公验性啊 有些基因组 它不是那种特别好的公验性嘛 嗯 我们后面要删掉它 所以才存在这种情况 如果这种情况特别多 那你就需要检查一下你的文件 OK 这个已经算完了 嗯 这样就算完了 哦 可能没算完呢 还在算 嗯 可能还在算 嗯 你看它还在计算 没有算完 嗯 然后呢 嗯 嗯 就是说的几种情况 嗯 还有一个是什么 还有这个 这个里面 还有一个好玩的事情是什么呢 就是算完了 嗯 算完了 就算完了 然后还有一个什么好玩的事情呢 就是 嗯 有的时候我们算 因为它算这个时间很长 还是比较长的 嗯 有的时候呢 我们像我们跑公验性 公验性 我们发现有一个前面三路错了 有些基因对啊 大部分基因对已经算过了 我有所谓再算一遍 就比较麻烦 就不想再算算了 因为我前面可能算了没有问题 或者是呢 我有几个基因 你看公验性配的 啊 我发现有几个基因用错了 可怕需要点改怪了 然后呢 我还有所谓 嗯 要么我就需要把那几个基因单路找出来 来算 可能就比较费事 当然你也可以 如果有问题的话 你可以筛选把那几行删掉 对吧 把那几行有问题删掉 怎么办呢 你看我可以先来练一下 就是 嗯 看来我们我们这样 我们这个282 295删掉 它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 那删掉了 删掉之后呢 我要重新跑 那我只要重新跑 重新跑的话 它会覆盖 就是识别已经跑过的 它只跑哪些没有跑过的 就比较快 对吧 嗯 这个程序就可以这么搞 嗯 嗯 我刚才说的是282和295 它就把 没有跑过的跑完 跑过的话 就不跑了 嗯 嗯 就很快就跑完了 对吧 嗯 就说到这里吧 我后面有什么问题 我在汇动机来给大家说 你还把我给我拿到 你还把我给你带个人 我还是把我给你带个人 你带个人